在影片開始之前,請你動動你的小手 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韓芳芳良學院的玉欣老師 那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於 在辦公室的時候,我們難免有時候都會遇到一些 就是情緒啊,忽然比較緊張啊,或者是焦慮 或者是快要邊臨到爆炸的這種狀態 我今天呢,就是透過一些很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在辦公室職場的環境裡面呢 其實透過一些精油,透過一些小小簡單的方法呢 我們就可以在辦公室做到一個 讓自己在一個比較peace,比較平靜的一個狀況之下工作 那主要也是因為我前幾天,突然辦公室裡面有其他同仁 然後匆匆忙忙走過來,拿著一支精油 但是呢,他拿著精油卻不知道該怎麼用 因為他現在的情緒狀況是需要被安撫的 所以,我也發現原來大家有這樣子的疑問跟需求 我來透過今天的影片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呢,其實我覺得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先準備的幾支精油 其實我覺得對於工作的不管是情緒或者是專注上面 其實是有一些幫助的 那一般來講,我們不會在上班的時候選擇一些太正盡安撫 然後甚至可能會讓你昏昏欲睡 就是舒服到我覺得,哇!這個味道好像很適合來睡覺這樣子的精油 一般還是會選擇一些比較偏提振一點點的 比如說我在辦公室的時候還蠻推薦大家一些 像是葡萄柚、檸檬或者是乳香、絲薄或玫瑰天竹葵 這類的精油去做熏香 其實辦公室我覺得很適合去添購一些像這種小小台的水癢機啦 然後或者是小的熏香機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在辦公的時候,如果你有需要一些香味陪著你工作的時候 其實透過剛剛這幾支精油 你可以用單方也可以用副方的方式 然後一邊上班一邊做熏香 其實對於上班的情緒啊或者是我們要專注的部分 其實都會有幫助 像這次疫情之下 這種口罩的熏香扣我當然也會很推薦 那一樣就是在這個熏香扣裡面 點上一兩滴的精油去做使用 除了可以增加防護之外 再來的部分就是對情緒的舒緩也會有幫助 如果你沒有這些儀器 但你有精油 辦公室會有衛生紙嘛 你就滴了幾滴 把那個衛生紙放在你的辦公桌旁 讓這個味道慢慢的釋放出來 也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呢你也可以準備一杯熱開水 會冒煙的 然後呢裡面一樣滴了三到四粒精油 放在你的桌子上面 一樣會有熏香的效果 真的是最簡單的方法 像我有的時候出門或者是 我的身旁沒有這些儀器的時候 但我現在會很希望有一個精油的味道 可以陪著我的時候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我今天就是拿出一支精油來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我就會滴幾滴 在我的手掌心上 滴完之後呢 接著我就會拍在我自己的衣服上 就這樣拍一拍 頭髮上面 我可能最後手上會剩一點 我就稍微睡一下 這樣子呢 你就會發現 這個味道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從你的衣服上面所散發出來 那這樣子的過程其實也是在做熏香 做熏香它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冰原系統 它會進到我們所謂的腦部下失丘 它會影響到我們內分泌 可以去調節我們體內的一些血清素 其實就可以達到一些情緒上面的幫助 這幾支精油呢 當然在外出我就是身上有什麼我就用什麼 不過如果這幾支你可以怎麼挑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自己最喜歡的味道 我們以自己的感受的香味為主 為最優先去做挑選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帶來一些有陽光 現在覺得你有烏雲照頂的感覺 就是你覺得你內心中的陽光突然不見的時候 我們選擇乾脆類的精油會很適合 你覺得你現在的情緒就是很緊繃 然後快要到爆炸這種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用一點乳香或者是絲薄 這一類很沉浸安穩的精油 其實是會比較適合在這種很緊繃 變臨到爆炸 或者是你覺得你一不小心那個情緒 就要到崩潰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用一點乳香或者絲薄會很適合 你很希望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然後帶著比較開心愉悅的心情去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用一點玫瑰青豬會還不錯 所以其實這幾支精油 我覺得如果說真的要做一些區別的時候 你可以按照我剛剛所介紹的去做選擇 那如果你記不了那麼多 其實當下就是你把它拿起來 你聞一聞 你覺得這個味道聞了之後 對你當下的情緒是最有幫助的 其實你用它就是對的選擇 所以以這幾支來講 大家在做挑選的時候 可以用這幾個方法來挑 這一些方式呢 都是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你如果是長時間會還蠻需要味道的人 我是還蠻推薦就是 像是這種去網路上面購買 機器買起來真的不貴 那這種薰香扣其實在這次疫情之下 要去網路上面尋找也很方便很簡單 那學院現在有學院的薰香扣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購買 那如果說真的情緒到了一個很不舒服的階段 很多人會因為情緒壓力過大而產生偏頭痛 有時候呢一邊紓壓用一點像這樣子方療的小物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是一個頭皮按摩書 那我蠻常就是我們辦公室很多同仁 有時候工作到後來就是可能會有點偏頭痛 我們也會用像這樣的東西呢 很簡單的就是在你的頭皮上面 簡單的輕壓然後並做環形的按摩 其實也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紓壓的效果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辦公室裡面 當然有小物是有一些幫助 但是當你今天沒有小物你添購幾支 你覺得自己喜歡味道的精油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盡量不要去選擇一些太讓你放鬆的精油 其實呢這個就會對於各位在職場的環境當中 會有一些情緒安穩的幫助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很簡單幫大家介紹的一個 辦公室的紓壓小技巧 那希望對於大家在辦公的環境會有一些幫助喔 謝謝各位